大家在关注的是习败的互动之外呢 那当然现在在此之前因为你还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先看看是中美两国的财长又是怎么互动的呢 今天呢当我们看到呢财长叶伦 那么他身为这个APEC财长年会的这个主席 那么他进入到会场时呢 跟大陆的财长兰佛安有一个简短的点头致意 在开幕致辞的时候呢 财长叶伦对亚太各国强调了供给面经济学 扩大经济体生产力解决不平等相关问题的重要 但是大家其实呢主要是要听他怎么讲中美之间的关系 他就说到负责任管理美中经济关系是此行的优先 关于中国对外的倾销措施 他有先向大陆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谈到供应过剩的问题 而他还说相信这次的互动呢使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了 好 所以他现在是说相信互动让中美走上正确的道路 所以意思是先在这个大家关注的习拜会前 先对于这个接下来的中美关系 要释出一个比较正面的讯号吗 先来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目前的讯号还不错 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中方的媒体有特别提到 说这次习近平是专程到美国去 是 也就是说他 专程的意思 专程 那也就是这次是很看重到美国的访问 然后应美国总统的邀请 所以除了参加APEC的会议以外 还有就是有一场会晤 那也就是在15号的时候有一场会晤 然后习近平以一个主人的身份 那么请了这些美国的CEO来共进晚餐 当然这个是由中美的这个合作协议他们来办的 但是习近平还特别邀请了他的老朋友 家人一起来这个在美国的老朋友 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就是已经跟美国的社会 民间企业界还有地方政府释放出强大的信息 那中国他基本上来讲 目前对于活力在地方 然后希望在青年 然后友谊在民间 这些已经开始在落实在走了 那习近平本身就是这样做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面向 所以虽然还没有开之前 我们看到广大的媒体 尤其是欧美的媒体 都不看好这次的中美峰会 不过我却蛮看好的 相对是比较乐观一些 而且你刚刚提到就说 他是这个专程 专程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是来开APEC峰会 就是来跟这个拜登见面 然后我们也拍别的事情 对而且是隔了这么多年 再到美国来访问 然后直接就跟当地的桥社 我觉得到当地桥社是很有指标意义的 因为到旧金山的社区的桥区 我们的China Time 这个地方去走一走 宣位侨胞 看看这些海外的侨民们 他们的生活工作的情况 然后问候加这个虚寒问暖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然后跟CEO的这些参会对话 也很重要 然后您看到跟美国的 38年的老朋友 一家人这个会 这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开端 这代表说中国大陆 对于美国的民间地方政府 释放出很高的善意了 好 不过现在呢 当我们看到这个财长叶伦 他讲了这么多 其实呢 大家就在看说 那现在如果真的 针对这些贸易的问题 或者金融的问题 或甚至大家很关心的 一些科技的问题 那你美国到底要 摆出什么样的态度跟做法吗 那财长叶伦呢 其实他有说在这个市警 也就是警告了 说中方大力投资特定的产业 那可是会造成攻击过剩的风险 冲击他国 冲击其他的国家的 所以呢 是在讲什么 绿色能源吗 是在讲光伏产业吗 亮哥 当我们看到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也就在13号 就刊出了这么一天 一篇 中国绿色能源之初狂潮 导致全球光伏组建过剩 然后在这里呢 就说 呃 是中国大陆 这个绿能 绿色能源 有出现像这样 太阳能组建过剩的问题 好像是在说中国大陆的不是 你看你这个过剩的问题会什么呀 会影响到其他的国家 是不公平吗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中方的错误需要调整的了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呢 好 这个请教亮哥 不过剩 所以他自己的东西卖不出去 当然是这样啊 所以简单讲就是 事实上他没有讲得很直接啦 就是你导致这个价格破坏啦 对 对不对 那我们的东西太贵了 说来说去都是中国的错误 就卖不出去了嘛 所以你就知道 你从这里就可以知道 中美双方经贸跟科技议题 是不会有解的啦 所以那个刚刚赖老师讲的 他走访的都是走访美国企业啊 民间啊 然后爱荷华州的老朋友啊 是 那对联邦政府那些新朋友 大概沟通也没什么用啦 放在那边嘛 根本没什么用 亮着嘛 是 因为事实上财政 上次叶伦去的时候 还有商务部长去大陆的时候 那个经济小组 金融小组跟商务小组 的那个成果啦 是 他不需要这种东西啦 农业部我也不用跟你 有什么 那个声明上的什么共识啊 我就直接去买大豆嘛 我就直接到州政府去买东西了嘛 对不对 那我就直接去接触华尔街嘛 还有高科技公司啊 对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做法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直接从民间来啦 但只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就说美国方面是在这个会前 是不是陆陆续续 希望能够多放出一点善意呢 那现在只是说我刚刚讲 不仅仅是要听他们怎么说 还要看他们是怎么做 不 中国大陆也是 事实上人民日报 也去回忆当年中美曾经多好多好 对 听说那个网路上那个黄河绝念 那个电影都又开始播了 对啊 就是一个女的八路军 跟一个美国的男生谈恋爱 是是 后来那个女生牺牲了啦 可是就是这种电影又开始了 就她还是 她还是抱着正面 对 再去美国啦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为什么要搞成这样 对 就有这个对比的意思 对啊对啊 所以就是说现在其实呢 两方都有这么一点味道 可是呢 我刚刚还是讲 不是只能听你说什么 还是看看怎么做 行为才是最重要的 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耸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